如果大家看到这个PowerPoint的话 这里是我们把苦难 约伯受了许多的苦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 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苦难的原因 我们曾经一开始,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归纳,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现在是已经整个看过约伯记 几乎已经到最后面了 接下来,等一下神就要出来说话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那三个朋友认为约伯他苦难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以利户,这个年轻人他也出来 他也分析约伯苦难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 对于这苦难的原因 有哪一些的例子 第一个,我们之前就说 第一个苦难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或者自己的愚昧造成的 所以,苦难的意义就是 我们中什么就收什么 就比方说,我今天没有衣服穿得不够 所以,我着凉了,我就感冒,我就生病了 那我这个生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不是炸弹攻击我?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神?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自己的愚昧 因为我们违反了这个自然律,所以我们就会生病 所以,我们冲什么就收什么 另外,我们犯罪也会让我们带来一个惩治 神的惩治 还有,这就是一个灵界里面自然的律 像大卫那时候就犯了罪 他杀了乌利亚 娶了乌利亚的妻子,罚事发为妻 这个罪,让他后来被先知责备 先知责备他的时候,大卫马上就认罪了 大卫认罪之后,神就赦免了大卫的罪 但是,他的那个惩罚却不能够过去 所以,他还是需要承受他犯罪以后的后果 所以,先知就跟大卫说 从此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所以,大卫从那以后,他受了很多的苦难 这些苦难都是因为他自己犯罪所造成的 后来死了四个孩子 这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造成的 另外,苦难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别人的罪造成的 我们就变成受难的人 他是一个无辜受害者 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 就是伯利恒的那些婴孩 那时候,叙利王听说 有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在伯利恒 就是主耶稣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怕他自己的王位 被新的王所取代了 所以,他就派人去把伯利恒那边 所有的婴孩都杀光,以防万一 所以,那些伯利恒的婴孩 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一些苦难? 就是因为别人的罪,是谁的罪? 就是希律王的罪 所以,他们是无辜受害者 自己的罪,或者愚昧,或者别人的罪 这会造成一些苦难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咒诅 这个咒诅,有的是自己的罪 或者自己加给自己的 有的是别人加给你的咒诅 所以,我把这个咒诅放在刚才那两个苦难的原因的中间 所以,苦难的意义 这个咒诅是自己招来的,或者是抽牵连的 什么是咒诅? 咒诅就是,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有个例子,就是寒 寒是谁? 寒就是挪亚的儿子 那时候,挪亚经过洪水的事件之后 他有一次就是在做农夫来 就他喝醉了酒 结果后来在赤身肉体 喝醉了酒,赤身肉体在那个地方 结果后来他两个儿子,看见父亲赤身肉体 他们就拿着衣服,倒退的走过去 帮父亲把这个身体,这个赤身肉体,遮盖起来 但是,另外有一个儿子 他看见了之后,他是没有去遮盖父亲的赤身肉体的事情 就把本来把这个事情张扬出去 那就是寒 所以那时候,挪亚就酒醒了之后 知道说寒做这样的事情,就咒诅他 咒诅他的儿子 还有他的儿子叫迦南 所以,这个寒的后裔,后来就受到咒诅 我们知道,直到如今 后来知道说寒的后裔,主要是分布在非洲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散的后裔,主要是分布在亚洲的地方 还有一个叫亚伯 亚伯的后代都分布在欧洲 所以,亚洲、欧洲跟非洲这三个大陆 后来我们发现,非洲的发展是最贫穷、最落后的 就是因为当初受了挪亚咒诅的影响 一直持续到现在 以利也受到一个咒诅 以利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士师 他因为没有好好管教两个孩子 就当那两个儿子当祭司 结果让人给耶和华献祭厌了 所以,神就参见一个神人来警告以利 以利没有好好地管教他的孩子 所以后来,神就把祭司的职份 从以利家夺走了 而且,说他的后裔,到中年都会找事 所以后来,以利的后裔 果然就是没有办法再做祭司了 而且,就常常很多的灾难,苦难 这就是因为以利犯了罪 以利的儿子犯了罪 然后影响到他的后代 今天,其实我们这个人 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 我们都在咒诅的底下 为什么呢? 因为亚当犯罪之后 亚当就在咒诅的底下 所以,这个咒诅是一个言语 透过言语 把一个毁灭性的力量 加在一个人跟他的后代的身上 这个咒诅,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 这个咒诅的一些现象 我们等一下会再说 真言告诉我们说 这个舌头,生死大权 或生或死的大的权力 是在哪里? 在舌头 所以,这几个方面 都苦难的原因 这三个方面,都是属于消极的 就是说,你看不到这里面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些积极的 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的苦难,本来都是消极的 但是,放在神的手中 现在可以变成一个积极的目的 第一个是讲到说,神的主宰 这种苦难的原因是因为神决定的 神安排的 也不是谁办罪 是谁安排的 他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作为 在圣经里面的例子 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 有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生来瞎眼 他的苦难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他犯罪,不是他父母亲犯罪 主耶稣说,乃是要彰显神的作为 怎样彰显呢? 后来主耶稣就行神积在他的身上 后来他眼睛就得开了 因为他眼睛得开,许多人就认识神了 他这个人,他也信主了 所以,这个就彰显了神的作为 另外,下一个就是神的约束 苦难的原因 神借着一个苦难来约束我们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保护我们不犯罪 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就是这样子 神让保罗有一个刺 那个刺不晓得是什么 可能是他的一个疾病 这个疾病或者说是人家对他的一个攻击 比较可能是一个疾病 这个疾病,保罗祷告好几次 求神把这个疾病从他身上挪去 但神告诉他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我的难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就知道说 神让他在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软弱 有这样的一个刺 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不让他骄傲 因为他本来有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经历 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 神怕他,因着这个经历就骄傲起来 所以,让他身上有一个软弱 所以,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神的一个约束 不是保罗他犯了什么罪 没有,就是神的一个约束 保护他不犯罪 另外,还有一种苦难的原因 是神的管教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的确是做错了事情 的确,我这个人里面有一些东西太强硬了 是神没办法使用的 所以,神就会借着苦难来对付我们,来管教我们 让我们这个里面很强的那个点 跟神做对的那个点,被他打破,被他制伏 这样子的结果,我们这个人就变得柔软 可以听神的声音,可以让神来引导 不然的话,我们就像一头硬着颈向的马 我要往东,神叫我往西,我硬是要往东 但是,一旦我这个人被神对付过之后 我这匹马就变得很柔软 神只要稍微手拉一下,往左边,我就往左边了 所以,这个是神借着苦难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 目的就是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 这是圣经说的 神的管教,是叫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 圣经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雅各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孙子,雅各 雅各这个人也是本来自己的鬼点子一大堆 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是以很多自己的看法 但是,被神这样一个一个对付之后 到最后他变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柔软 到了晚年,他真的是彰显出神荣耀的形式 所以,他后来的名字被改成叫做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雅各是在那边抓夺的,他本来也会抓夺的 但是经过神的管教之后,这个人就彻底的改变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 我们最多的就是,一旦信主之后 你如果碰到一些苦难,你要知道说 这个就是神在,在这边管教我 在那边炼净我 约伯他所受的苦难的原因 也不能说是神的管教 因为约伯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所以,神没有在管教他 神在约束他什么,也不太是 最主要是神在试验他 暴露他的美丽的己 所以,他这个苦难的意义就是光照跟炼净 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在那里 平常是保护得好好的,怕外面看不出来 但是,借着苦难的结果 他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就可以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的结果,神就可以来炼净他 好像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疾病 今天要让他先发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医治 所以,有些什么吃排毒的东西 你要先吃的时候,会有什么整剑反应 让他先,好像更严重了 但是,那时候就开始起作用 你这个药物疾病 所以,上帝为着约伯一个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赫世 为了这么好的一个约伯 他必须要安排那三个绝配 就是他的三个好朋友 经过三轮对他的攻击 每次一轮的辩驳 他就是像剥一层皮一样 就像剥洋葱,把它一层剥掉 第一轮有三个人轮流剥 剥掉了很多层 到了第二轮,又是三个人在轮流的剥 到了第三轮的时候 他们指控他有哪些罪行 其实都是莫须有的 有两个人剥他 一层一层的剥以后 约伯的独白,就是二九三十三一 他的己就暴露出来了 下一个就是为义受苦 为义受苦,你看使徒们 他们为着传福音的缘故 受了许多的苦难 这个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 不是因为别人怎么样 最主要他就是为着义受苦 他的意义就是,与主一同受苦 将来也要与主一同得荣耀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将来要得到荣耀 借着管道是什么? 就是苦难,为义受苦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苦难 是主耶稣才有的 就是为着替代我们的罪 目的是要救赎我们这些罪人 所以主耶稣所受的苦,是没有人能够受的 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所以,下面这些二四六 这六样都是有积极的目的 有积极的目的 都是有神的目的在其中 所以,我们一旦信了基督徒之后 我们本来以前受的苦难、罪 都是伤得消极的,没什么 就是苦难 但是,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你就知道,你所受到的一切的苦难 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是经过神爱的手,临到我们的 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得到益处 所以圣经说 万事互相效力 叫谁得到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只有一个人爱神的时候 这些苦难对他会成为益处的 不然的话,都是消极的 约伯的三个朋友 认为约伯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自己的罪跟愚昧 最主要,自己的罪 自己招来的 自己重什么就收什么 这个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大概他们同样的论调 以利法 老先生,他另外还有曾经提到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所以,他也曾经提到说 约伯的苦难,其中有神管教的成分在 另外,那两个朋友都没有提到神的管教 他一律说是约伯自己的罪 所以,这三个朋友,他们最主要的论调 约伯是因为自己犯罪,而遭到这样的苦难 以利傅这个年轻人,认为约伯所受的这些苦难 他倒是不讲到说是约伯的罪 而是讲到说,这是神的管教 还有神的试验 还有神的约束 他比较是讲到,神借着这些苦难 在约伯身上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有一个主的结局 不是惩事约伯 不是在那边惩罚约伯 而是要让约伯这个人被神认识自己 然后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 从自己的一些错误里面,被挽回过来 所以,他比较是讲到 下面有积极目的的苦难 除了这些苦难的原因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当然还有,肯定是有 还有苦难的原因是不祥 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苦难的意义是奥秘 因为有太多 在地上有些人所碰到的事情 一个人年纪轻轻,他也生病 后来死了 或者说,他遭遇到一些 你无法解释的问题 你说,这可以跟上面 归在哪一类里面呢? 也想不起来,这是一个奥秘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也就不知道 所以圣经里面说,僵尸隐藏是神的荣耀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有的事情神没有向我们显明的话 我们这个人也是非常渺小,实在是不知道 只有有一天,到了天上 我们遇见了神之后才会知道 所以,你说还有些天灾 很多人在天灾当中受害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 悲激意外 还有被喝酒的驾驶撞死的 我要请问大家,这些原因的后面都有一些例子 我很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约瑟呢? 约瑟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 约瑟应该放在哪里? 约瑟我们应该给他加一个栏在下面 我要请Jonathan加 他不肯加,他觉得他写的都已经够了 这个栏,他的第一项 苦难的原因就是为着恩典 为着叫别人得恩典,得丰富 所以约瑟一身苦难的经历 让全天下的人都有饭吃了 所以,他是为着让别人得恩典,得丰富 那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不加是因为 我认为他的苦难的原因 都已经涵盖在这一些所列出来的原因之内 包括哪几样? 第一个,神的主宰 刚才主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要保全这一家 所以,他的苦难是有神的主宰 他目的是要彰显神的作为 这是第一方面 神的主宰已经解释了约瑟苦难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神的试验 在诗篇105篇里面 诗篇105篇,第19节,讲到约瑟 那边讲到约瑟,讲怎么样? 他说,约合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所以,耶和华,神曾经对约瑟有给他启示,让他做梦 但是,约瑟做了这个梦之后 他说,有一天他的兄弟都要拜他 甚至于连他的父母亲都要拜他 他知道,他的未来 神给他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 但是,他一直没有看到这个计划成就 而且,反而是他遭遇到很多的苦难 但是,这时候他要怎么样能够撑得下去呢? 他说,燕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都应验了 他所遭遇到的环境跟神的话,好像刚好违背,刚好抵触 这时候,他要相信那个环境,还是要相信神的话 这是一个试验 所以,约瑟所遭遇到的这个苦难 是在试验他,试验他的什么?里面的信心 对神话语的信心 所以,这个是约瑟苦难的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神的主宰 第二个原因是神的试验 第三个原因,就是为夷受苦 他就是因为他不顺从祖母的要求 祖母就是他那个主人的太太的要求 不跟他犯罪 所以,后来他因为坚持不犯罪的结果 他就被吓在坚里面,被冤枉,吓在坚里面 这就是为夷受苦 所以,约瑟的苦难已经涵盖在这几个点里面了 我觉得不需要再列出一个恩典 因为这恩典,就在这三个方面已经讲到了 所以,你这样的话,我会重复了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刚刚提到咒诅 之前我们有在讲过,什么叫咒诅? 咒诅的话,有一本书叫做 祝福跟咒诅,你可以选择 夜光明牧师所写的 它里面就有特别提到,咒诅的运作会有七种迹象 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曾经在讲生命记的时候 有一次就专门讲祝福跟咒诅 所以,要看这个detail的话 大家可以上我们圣经简报站 到这个生命记里面,有一篇就是祝福跟咒诅 大家可以看这个细节 在这边,我还是稍微跟大家先很快的复习一下,review一下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咒诅? 咒诅会有什么结果? 你怎么知道说,你遇到的苦难是因为咒诅而来的呢? 你可以看这些,你的家族 或者你个人身上,有没有这些迹象 第一个,你的家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有一些精神错乱或者情绪崩溃的case 就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 这就很可能会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咒诅的力量在那里 这个咒诅是怎么来的? 常常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 第二个,在你的家族里面是不是 或者说你个人身上,有没有那种一再发作的 或者是长期性的疾病,慢性病,长期性的疾病 特别是遗传性的疾病 如果有这种疾病的话 有可能是因为咒诅而来的,是遗传的 所以遗传的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 你的父亲也有,你的祖父也有,你的村祖父也有 就这样子,一脉这样传下来 这个家族里面都有这种疾病 这有可能是一种咒诅 但是,我现在要再讲到就是说 如果光是这其中只有一点的话,可能还不是咒诅 如果有好几样的迹象,同时都有的话 那我们就很有觉得说,可能就是咒诅 那咒诅的话,是要怎么处理? 等一下我们再说 第三个,如果说这个家族里面有很多不孕的 或者很容易流产 好几次都发生,都流产 或者相关的这种妇科疾病的 这也是咒诅的一个迹象 因为咒诅导致不孕,导致流产 另外,如果在这个家族里面很多这种case 就是婚姻失败、离婚 或者亲子疏离 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非常的恶劣,也非常的不好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好多家都是这样子 这可能背后有一个咒诅的力量在那里 然后第五个,就是持续在财务上匮乏 这家人,或者说这个人的爱,常常就是入不敷出 倒闭 常常就是在财务上,一直说是一直不够 那这个为什么呢? 好像你的钱包,这么好像有一个破洞 怎么搞的,我多赚了,马上就多失去了 好像从来没办法把这个钱累积起来 这就是可能后面有一个凑子 还有,老子会发生意外 一些倒霉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 出去很容易发生车祸,然后摔跤,然后跌倒 然后,很容易出意外 好像就是说,吃豆腐都会山崖缝 不小心就是出意外 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咒诅在那里 还有,如果这家族里面有自杀的,死于悲命的 还有很早就夭折的这种历史的话 也要检视一下,是不是有咒诅 所以,这七种的迹象里面 如果说,有好几样的迹象 在这个家族里面都存在的话 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有咒诅 这个detail,你可以点这个 在网络上有这本书 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 这个PowerPoint,到时候 大家都可以在圣经简报上里面看到 你只要把这个地方点一下进去 你就可以直接点到网站 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说明 关于第六点 总是容易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像柯林顿总统,他最佩服的美国总统 那就是甘乃迪 这位甘乃迪总统的家族 他的大哥是飞行员死掉了 然后到后来,他是那么年轻的时候 就被枪杀了 然后到后来,他的几个弟弟 什么爱德华甘乃迪,又是什么甘乃迪的 也都是一一的发生意外 或者是发生匪文等等 所以在这个家族里面,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或者是他的侄子,或者是这个家族 常常有意外 那时候很久以前,我年纪还不是很大 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讲到他的爸爸 他的祖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可能跟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 是有关系的 那破除咒诅,要怎么样破除呢? 如果你会来发现 我这边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咒诅 有七个步骤 第一个,要相信耶稣了 要成为基督徒 这个是第一个最需要的,基本的 承认你相信基督及他为你所做的牺牲 第二个,要为你过去所有的叛逆的行为跟罪要悔改 第三个,恳求神赦免一切的罪 第四个,你要宽恕所有曾经伤害或虐待过自己的人 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咒诅是从人家来的 人家咒诅你,所以你遭遇到这些苦难 这时候,你不是对他怀怨 第一个,你要宽恕 你要宽恕人家,你自己才能够从咒诅里面得到释放 还有,要弃绝密宿,或者跟撒但有关的任何的联络 拜偶像这些都要弃绝 然后,要做一个祷告 就是从咒诅里面得着释放的祷告 这祷告的一个版本 我们在圣经简报站里面有 就是我说的《生命记》里面的那篇 祝福跟咒诅的里面有 你可以参考那个,来做一个祷告 最后,就是相信灵受 灵受神的恩典跟祝福 然后,持续的留在神的祝福当中 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时候,你就可以从咒诅里面得到释放 我们现在就看到,经过了这三轮的讲论之后 约伯记 现在最后,以利护佑出来发言之后 现在耶和华神终于在第38章出来说话了 38章第一节 那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神的第一句话就非常powerful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这是在指谁? 是谁说了无知的言语,以至于使神的旨意暗昧不明? 对,这肯定是三个朋友 不过,约伯非常谦卑 约伯后来说,是他自己 他自己也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 在那边批判神 所以,以利护矫正他三个问题 也矫正他两个不对的态度 所以,应该无知的人,无知的言语 应该是四个人,包括约伯自己 对,所以在第42章第三节 约伯自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 他自己所说的是他自己不明白 他自己讲的一些无知的话,使神的旨意暗昧不明 所以约伯非常谦卑,他没有说 对啊,神啊,你说的真对 那三个朋友,使你的旨意暗昧不明 他第一个,承认自己的错 所以,神非常悦约伯 接下来,神就说了,这个图是什么? 这个是地球,从太空上看地球 他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说。 就说,是谁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神拉在旗上的? 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约伯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有多大,是谁决定的呢? 你想说,地有多大,随便吗? 地球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的 地球的直径如果改变的话 它的重力跟大气层,都会跟着改变 重力跟大气层改变的话 现今的这些生物,就不能生存了 所以,为什么地球刚好这么大,不大不小呢? 神设计的 接下来,神说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个时候,澄清一同歌唱,神的种子也都欢呼 地球被安置在宇宙中的什么地方? 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要多远多近? 是谁安排的?是神安排的? 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如果缩短了7%的话 地上所有一切的植物都会被烤焦 连同所有的海洋的水,都会完全被蒸发掉 如果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如果增加一点,增加5%的话 地面上所有一切生物都全然冻死 你要知道,地球的地轴稍微有点倾斜 你只要稍微换一个角度 跟太阳的距离稍微远一点、近一点 就会造成冬天跟夏天的差异 何况你整个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改变这么大 一下子不是全部烧死,要不然就全部冻死 所以地基安置在何处? 这个是谁决定的?神决定的 而且不近不远,刚好在那个地方,是神的智慧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呢? 这个仿角石,corner stone 它是决定整个方位的 地球为什么刚好是这样倾斜23.5度呢? 这个地轴,地轴倾23.5度才会有春夏秋冬 如果是零度的话,根本不会有春夏秋冬 就是因为有这个倾斜,大自然才会多采多枝 这一切都是神计划、神安排的 所以,神那时候讲这么一句话 约伯,祂怎么会想到说,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奥秘呢? 接下来就会问说,成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都欢呼 你刚刚问说什么? 神的众子是什么? 我知道成心一同歌唱 因为科学家,他们可以有很精确的仪器 可以测量出跟我们比较近的星星,他们的频率 他们那个震动的频率 所以,这个地方成心,他们在歌唱 但是,神的众子又是谁呢? 神的众子就是天使 那时候神创造地球的时候,其他的星球都有了 所以,地球被创造的时候,他说所有的星星都在那边歌唱 然后,神的那些众天使都在那边欢呼 神的众子讲祂天使 所以,那个时候是 你想说,这个不过地球 地球在宇宙当中,你知道多小吗?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地球被创造,这些都欢呼 神的众子都,众心歌唱 神的众子都欢呼 因为这是神在宇宙当中的主角 主角现在诞生了,上场了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 然后,接下来他说 那时候海水冲出,如出胎包 那时候谁把它关闭呢?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幼岸当包裹祂的布 海那么浩大 神用云彩当祂的衣服 等一下,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如出胎包 意思就是说,祂好像无限制的一直要出来 但是神怎么样把它停止呢? 祂就是让它蒸发 祂会蒸发成为云 所以,祂可以调节这个海水的量 然后,他说 他为海定界限,又安门跟酸 说你只可到此,不可以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神用什么给海水做界限? 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说 他是用海沙 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 我以永远的定力,以用沙为海的界限 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占经吗? 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渔越 虽然烹轰,却不能过去 所以,神用这个沙作为海的界限 所以,海再怎么样冲啊冲啊 就是到这边就过不去了 除非海啸,海啸过来的话 当然,还是会退回去的 所以,神用海沙作为祂的界限 他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成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 叫这光土照地的市集,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岳伯,你有没有这样子来命令清晨的日光出来? 然后,照在地的市集,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为什么呢? 因为恶人喜欢晚上干活 当晨光一出现的时候,恶人马上就躲避 所以,约伯记24章曾经有说 道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应不认识光明 对他们而言,深深的黑暗就是他们的早晨 他们以黑暗的惊骇为由 所以,清晨的日光会把恶人驱逐出来 接下来他说 因这光,地面上改变如同泥上硬硬,万物出现如同衣服一样 亮光不照恶人,强恨的绑壁也必折断 这段话讲什么呢? 就是说,当这光一出现的时候 神的那时候,让光照在大地的时候 这地面上就改变了 本来都是一片混沌黑暗 这时候,光一出现的时候 就你看到说,有树木、有山、川、有海洋 一切的各样东西,形状就显现出来了 显现出来像是泥上面印一样 以前他们的盖章,就像是盖在泥土上面 一盖上去,就有个形状出来了 万物出现,好像衣服一样 就是好像整个大地 因为这光的缘故,都显现出来了 都多彩多姿 非常多彩多姿了 但是他说,光不照恶人 光为什么不照恶人? 这里的亮光是讲到神的生命的光 或者是福音的光 因为恶人不让生命的光跟福音的光 照在他们身上,他们拒绝光 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就拒绝主 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 所以,这边讲到亮光是讲到生命的光 强恨的绑壁也必折断 就是讲到神在这地上要施行审判的 他说:"你曾进到海员吗? 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 在以前希伯来人他们观念里面 阴间在地的深处,在海的深处 所以,他问约伯,你曾经到过海的深处吗? 现在甚至于连地球里面最深的 玛利亚的海沟,很深的地方 我们按潜水坪要下去,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那边压力非常大 但在里面却有一些很深海的那种鱼类 很奇怪的鱼在里面 那种地方 约伯,你曾经去看过吗? 死门,你曾经有到过地狱走一圈吗? 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为什么在那边说大话呢? 还有,这个是南极 他说,地的广大,你的名透吗? 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 你到了南极,你到了沙拉沙漠 你就看到,一望无际 光明的举所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位在何处? 太阳到底从哪边出来的? 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骑士之路吗? 这话的意思,英文比较清楚了 Can you take them to their places? Do you know the path of their dwellings? 这个光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知道呢? 他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还有,你曾进入雪库,见过陶仓吗? 这个雪库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现在都说,因为水蒸气,然后碰到冷空气,就降下来的 但是,在约伯那个时代,根本也搞不清楚了 约伯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神那时候就用这种比较浅显的方式来跟他讲 像对小朋友讲说一样 你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吗? 他用他所能够明白的话语 约伯说,我怎么知道呢? 光亮从河路分开,东风从河路分散遍地 谁为雨水分岛,谁为雷电开路 你不要觉得说,神讲这些话,祂不知道 祂讲这些话,有点缺乏科学常识 不是,神因为约伯,用约伯所能够理解的言语来讲给约伯听 神让祂知道说,这些自然原理是怎么来的了 然后,祂说,死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屈住的旷野 是谁?是荒废稀凉之地,得以封足,青草得以发生 虽然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在,但是神还是让雨降在那个地方 让那个地方的草能够长起来 这到底谁在管这一切事情? 雨有妇吗?入水珠是谁生的呢? 你说,今天我都知道了,当时约伯子不晓得了 神用这种问话来问他 然后,神又说了 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珠水坚硬如同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 到冬天的时候,那湖面都结成冰 你说结成冰,就结成冰吗? 就这样子了,自然现象 但是你知道,这当中非常的奇妙 一切的物质,你知道都是冷缩热胀 但是只有水,它是一直冷缩 缩到四度之一的时候,它会开始膨胀 很奇怪,你越冷,它越膨胀 然后到冰,变成冰的时候,更加的膨胀 所以,以至于当它结成冰的时候 这个冰可以浮在水面上 为什么?因为越冷,它就越膨胀 所以冰会浮在水面上 这就很奇妙了 因为,如果冰它的密度比较高的话 冰就会下沉 下沉的结果,当冬天来到 湖面上,当然是会先结冰 因为冷空气,先结冰 结完冰之后,因为它比较重,它就沉下去 沉下去之后,湖面上的水继续结冰 结完冰之后,就沉下去 就到最后,这个冰是从底下往上涨的 到最后,整个湖面都结冰的时候 那些鱼都被冰冻 都被冰推到表面上来了 因为一旦结成冰之后,冰都掉到底下去 所以,水就是往上面浮了 鱼能够游的地方,就是上面的水的部分 但是,那个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因为冰都结成冰,沉下去了 所以到最后,你会看到 一个完全结满了冰的湖面 一个实体 然后,那个湖的表面上,就躺着一大堆的鱼 因为那个鱼没有地方去 所以到最后,水底的生物都会消灭 但是,神却发明了一个定律 让水在结冰的时候,因为它打破自然定律 让它在结冰的时候,体积膨胀 然后会浮在水面上 这样子的话,湖面上结冰 结果水底下,温度就不会降得那么低 因为这个冰可以保护它水底下,不会那么冷 所以,鱼可以在底下游来游去 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图 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划冰 但是,鱼还可以在冰的底下游泳 这个是神的智慧,神的安排 他问约伯说,这到底是谁安排的呢? 谁安排的呢? 接下来再看天上的星星 他说,你能够细某星的结吗? 能够解开参星的代骂 你看到这个天上 什么是卯星,什么是参星 这个左边这里,你现在看到到吗? 左边那边有一个,这个是叫猎户星座 这个我们在晚上出去看的时候 这其实是最容易认得一个星座 中间有三颗星连在一起 然后四周围有四个角 就是左边这个 这个就是猎户星座 中国人叫做参星 这个是一个猎户 中间这个是一个猎户 两只手,一只手 我们看右手边,这边拿着一个盾牌 然后另外一只手举起来,拿着一根棍子 这个是猎户 然后这个叫做参星 右边,这边有个很亮的,这个叫做卯星 卯星其实不是一颗星 卯星,这边是有好多颗星凑在一起的 这边,右边他们有七颗星,叫做七姐妹 左边这里有两颗星,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这边有一堆星,这堆星都是凑在一起,叫做卯星 还有一些小的星 这些星,不晓得怎么回事 他们就是在一些不同的轨道上面,在那边运行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星就顺着那个轨道 但是,他们都不会分开,就像这么一团在那边 所以,这个叫做卯星 神就问约伯说,你可以解开他们的结吗? 好像中间有一个力量,让这些星被绑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宇宙间运转的时候,这些星都是一起在那边运转的,不会分开的 他就问约伯说,你知道什么力量让他们在一起吗? 直到现在,科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星呢? 在这样不同的轨道,却是这样子和谐的在那边运作的 你可以解开参星的带吗? 参星在哪里? 刚刚那个猎物星座,右边这里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一手举着一根棍子,一手是拿着盾牌 这个叫参星,是猎物星座 里面有一颗星,叫做参树寺 有没有看到?参树寺 这颗星很大,在宇宙当中,排名是头几名最大的星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星星 如果我们现在太阳 太阳,我们拿一个篮球来做它的模型 假设太阳像篮球这么大的话 篮球是直径25公分 那地球有多大? 地球像一个米粒,2.3米粒 米粒的宽度 所以,太阳如果是篮球的话 地球就像一颗小米粒 那参星有多大? 参树寺有多大? 参树寺就像是三个足球场的直径的一个锯球 所以,它是一个直径300米的一个大的球 那你要想看,这个星星有多大? 跟地球比起来,跟太阳比起来 这是参树寺 参树寺还不是最大的 地球如果是2.3mm的话 太阳是25厘米 参树寺就是300米直径 比它大一点,那个叫什么? 一个叫赵富寺,450米的直径 我讲的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篮球的话 然后,更大的一个是先王座,一个叫VV星 它就相当于600米的一个直径 最大的一个叫做大泉座 它是700米的直径 所以,地球就像一个小米粒 小米粒那么大 然后,宇宙当中最大的一颗星直径700米 那你想想看,地球有多渺小 我们先看一下,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这里是一个篮球场 如果我把这个篮球 就像代表太阳 放在篮球场的那一端 那地球在什么地方? 地球就相当于在篮球场的这一端的一颗小米粒 这个是在宇宙当中真正的 就是你做一个模型的话,就这样子了 太阳有那么大,地球这么小 然后,它距离有这么长,27米 实际上是1亿5000万公里 你看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稍微近一点,远一点的话 地球就烧掉了,或者说是结冻了 是神把地球放在宇宙当中 你看这个神的设计 可是神的心意,却在这个小小米粒上面 他又对于岳伯说 你能够按时领出十二宫吗? 能够引导北斗跟随从祂的重心吗? 这个北斗,怎么看? 下面这个是大北斗,上面这个是小北斗 北极星就是小北斗的最后一颗 不过这个是现在的 在历史上的话,北极星有时候会改变 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个差异在 他说,你可以引导这些吗? 北斗跟随从祂的重心吗? 英文是说,这个是大熊星座跟小熊星座 你可以引导出熊跟它的小熊吗? 然后,你知道天的定力吗? 能够使地归在天的泉下吗? 天掌管地 你可以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律吗? 你可以向云彩扬起身来,使青盆的雨遮盖你吗? 你能够发出闪电,叫它兴趣,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 还有,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似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 成土聚集成团,土快紧紧接连 那时候,谁能够倾倒天上的平呢? 到底是谁让天上的雨水降下来? 接下来,你看神 神第一个让你看到宇宙、星辰 还有大自然的云雨 雷电,还有雪雨、风霜 接下来,让它看到动物 母狮子在洞中敦伏 少装狮子在隐秘处埋伏 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 你会看到宇宙的那种无限 你就会觉得人类的渺小 你再看到动物里面的那些DNA 那些里面的细胞 你就知道说,这个到底是谁在安排的呢? 乌鸦之族因为没有食物,飞来飞去,爱告神 那时候,谁为他们预备食物呢? 谁为他们预备食物呢? 你知道,母鸟把他们复出来之后 母鸟和公鸟会找东西去喂这些小鸟的 到底是谁教他们的呢? 这些小动物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机制 然后,三盐间的野三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 母鸟下毒的之旗,你能查定吗? 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够数算吗? 他们都住在旷野里面,到底谁在管这些? 他们几时生产,你能够晓得吗? 他们屈身将纸生下,就除掉疼痛 不需要找助产事,不需要人家帮他们接生 就这样生下来了 这纸渐渐肥壮,在旷野长大,去而不回 到底谁安排这些呢? 然后他说,野驴很有趣 谁放野驴出去自游?谁解开快驴的绳索? 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贤弟当他的居所 他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贺声 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清律之物 台上有个教授叫张文亮 张文亮,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了很多书 他里面,最近我看到他有一篇文章 讲到这个野驴,野驴也很有趣 他说他有一个同事,那时候到沙烏地阿拉伯 中国叫做沙特阿拉伯 到那边去工作 他们那边参加一个计划 在帮他们盖一个水库 那时候,美国人他们要求说,这个不行 他们说,一定要用那种环保的方式 来运那些材料,所以不能用车子运 那怎么办?只好用驴来运那些材料 用驴来运材料,他说驴 驴是根本不听人的使唤的,特别是野驴 但是他说,他那个同事 在那边就听到当地人教他说 当地有一种职业叫做换驴人 就是把那个驴呼唤过来的驴 这种人,他们世世代代以这个为职业的 那薪水不高,你就花点钱请他们 他们就会负责把这些野驴叫过来 野驴叫过来什么? 那时候他们到野地里面去 就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结果后来就发现,野驴就一直出现了,过来了 过来之后,换驴人就拿一些饲料给他们吃 吃完了之后 然后他就带他们去抬那些种的东西 水泥、那些建材 就放在驴的身上,带着他们 他们那些驴就把这些东西运到工地里面去 运完了之后,然后他就把他们解散,让他们回去 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不让他留下来?明天还要继续搬呢? 他说明天再来,再叫一次 因为这些驴非常顽固,他们完全不会跟你住在一起的 就是神给他们设计的 解开他们的绳索,让他们住在野地 到第二天,那个换驴人再去呼叫他们一次 那些驴又出现了 然后,又再一次把那些东西运到工地 就这样子 他说这种驴真的是很笨 他说你对它好,它不在乎 你对他不好,他也无所谓 根本就是不在乎你对他怎么样 这种人,这个驴子 一般都是那种最穷的人才去坐 因为他个子不高 你坐在上面,一定要侧坐 背上面都是骨头,坐起来也不舒服 所以说很穷的人才坐这个驴子 但是驴子就是很有趣 神让他骗山至他的草场 这样,他不听赶牲口的人的喝声 还有这个野牛 他说野牛岂肯服侍你呢? 岂肯住在你的草旁呢? 你岂可套绳将野牛拢在驴沟之间呢? 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呢? 岂可因他的力大就依靠他? 又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吗? 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 又收据你和尚的谷吗? 这个野牛根本不会听约伯的话的 这个是鸵鸟 他说,鸵鸟的翅膀欢然山崭 岂是显慈爱的灵毛和羽毛吗? 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 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 但是,他忍心带除,似乎不是自己的 虽然突然受劳苦,也不畏除惧怕 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 你看这种鸵鸟,鸵鸟这个脑袋 一般出来这个脑袋跟身体的比例 你看他脑袋特别小,所以神没给他智慧 他说他几时挺身,删开翅膀 就吃笑马和骑马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马的时速大概20到60公里 鸵鸟跑起来,时速也达到70公里 所以他跑的比马还快 所以他吃笑马跟骑马的人 马呢?马的大力是你所施的吗? 它景象上,这个叫做戳杀的钟 就是展开的钟,是你给他披上的吗? 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 他喷气之威,死人惊惊 然后他在谷中逃底,致死其力 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 他吃笑可怕的是,并不惊惊 他也不应刀剑退回,剑带和发亮的枪 并短枪在他身上,争争有剩 他发猛烈的怒气,将他地吞下 一听见脚声,就不耐站立 脚美发声,他说,阿哈! 他从远处闻着战气 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 都不怕打仗了 最后看到这个雀鸟 雀鸟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 岂是借你的智慧呢? 他们怎么知道要往南飞? 东去春来,猴鸟 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这个鸟的鹰的眼睛 它住在山沿,以三丰河坚固之所为家 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 约伯怎么知道对鹰的眼睛有多锐利? 这个鹰的眼睛,大概是我们不知道 它真的是自然界里面不知道 有没有比鹰的眼睛更加锐利的 可以看了极远的地方的一个小东西 甚至也可以直接看太阳,也都不需要眼睛闭起来 他说,他的土也砸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 这个下面的,我想今天时间不够了 后面的,我们就下次再说好了